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東方大家好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開始讓 我們真的歡迎大家 在我們Facebook上面留言 來問我們一些信仰的問題 我們就會開始 來錄製這樣的東西來回答您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請在我們Facebook留言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 就是一個在Facebook上面 有人問的問題 好所以請讓我們看第一頁 好羅馬書13章8節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唯有彼此相愛 要常以為虧欠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我們再看下面 13章9到10節 像他不可堅引不可殺人 不可偷盪不可貪婪 或有別的戒命 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之內了 愛是不加害於人的 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有人就讀完這個經文就 感謝主確實你看 不可堅引不可殺人 不可偷盪不可貪婪 這些就是實界裡面的戒命 所以我告訴你 別的戒命都包含在 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了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守律法了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在律法上你已經死了 好 你不是守律法了 你是愛人如己 可是有人讀完這個經文就說 所以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愛加上律法等於真理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看下一頁 他說愛加律法等於真理 然後我就想說 該不會是我沒有好好讀經吧 我就把這個經文的前後文 都仔細看了一下 完全沒有出現真理這個字 怎麼會愛加律法等於真理 這經文怎麼讀成是這樣 我想應該是翻譯本的問題 所以我就看看其他的翻譯本 我們看下一頁 好 這是辛普吉義本 羅馬書13章89 我們一起來看 不要虧欠任何人 在彼此相愛的事上 到要覺得自己有所虧欠 如果你們愛靈色 就履行了上帝律法的要求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沒有在講什麼 愛加律法等於真理 這邊在講你要愛靈色 所以現在不是要遵行律法 而是你用愛來代替遵行律法 就履行了上帝律法的要求 我們再看下一頁 羅馬書13章9到10 一樣是辛普吉義本 因為禁命說不可通姦 不可殺人 不可偷竊 不可貪心 以上這些還有其他類似的禁命 都包括在要愛你的靈色 像愛自己一樣 這條禁命中了 愛是不做傷害人的事 所以愛就滿足了律法上帝 所以愛就滿足了上帝律法的要求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這裡沒有說愛加上律法等於真理 真理完全沒有出來 這邊要說的重點就是你要去愛人 然後如果你愛人 你就不會去傷害人 你就會滿足律法的要求 對不對 而且這邊在講的是十戒 所以我要告訴你 你不需要再靠遵守十戒的誠意 你是陰性誠意 可是基督徒因為愛的緣故 我們不通姦不殺人 不偷盜不貪心不敗 偶像不侍奉別神 而不忘稱神的名 但是不是靠遵守律法是因為愛 這是聖經上說的啊 好 如果你看這經文 那個版本你還是看不大懂 有一個重點要講 要愛你的靈舍像愛自己一樣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覺得你很難愛靈舍 很大一種可能 因為你沒有好好愛自己 你自己也需要被愛 你如果真的覺得沒有很被愛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很枯根 你的靈性枯根 你愛不下去 你先跟上帝說 上帝你來愛我 你先來愛我 讓你的愛來充滿我 讓我有很多你的愛 然後我就有辦法去愛其他人 你知道嗎 看我這個身材就是我很愛吃 所以我常常就跟上帝說 上帝你一個方法來愛我 然後上帝就帶我去吃很棒的餐廳 你知道嗎 當我很軟弱的時候 我禱告神就拆敗一個人 請我去吃龍蝦 而且是活龍蝦 我上一次很苦的時候 我一個人吃了六隻這麼大隻的龍蝦 好 各位你不一定要學我 拜託你有你的方法 我就覺得我好被愛 然後我前一陣子有點累 又有一個人請我吃龍蝦 這次我吃了五隻 比那六隻還多 因為這次龍蝦的肉超多 鮮龍蝦 我想到現在覺得鮮甜 但是我要告訴你 你要被愛 愛自己 但是不是只愛自己 要愛人如己 你要自己先被愛 所以愛人如己也要先愛自己 好 我們差題我們繼續回來好 愛是不就傷害人的事 所以愛就滿足上律法的要求 OK 為了確保我們沒有讀錯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版本請看 羅馬書十三章八道十節的當代中藝本 新普及藝本你可能在網路上不容易找到 因為他剛出來卻套有版權你要花錢買 但當代中藝本就是可以直接下載可以找得到的 好 我們一起來念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 唯在愛心方面卻應該常常覺得虧欠 律法要求不過是愛 不可堅毅不可殺人 不可偷盜不可貪難等等律法條文的總概念就是愛人如己 因為人若有愛心就不會損害別人 這便是律法最終的意義了 所以各位這裡有哪有任何一點叫愛加律法等於真理 第一 真理這個字完全沒出現 再來這邊其實是要告訴你 愛就不會損害人 愛就是律法最終的意義 所以你不再靠自己去行律法了 因為神給你的愛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所以如果你愛不出去求神先來愛你 如果你不夠有愛 你覺得我超沒愛的 我愛沒有辦法愛那個很討厭的人 你說主啊你聲音上說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所以說主耶穌我求你給我更多你的愛 你來愛我你的心情環境來愛我 讓我能夠去愛人 OK 律法要求不過是愛 你看這經文真的在講的是這個誰告訴你 你讀和本你會以為我要去完成律法才是愛 不是 這邊告訴你律法要求不過是愛 就是愛人如己就是律法最終的意思 沒有要你去完成律法 耶穌為你完全律法 你看我們其他視頻其他影片是有告訴你的 你可以去搜尋 我們再看下一頁 羅馬書七章一到二節當代中一本 弟兄姊妹我現在對那些熟悉律法的人說 你們不曉得嗎 律法只在人活著的時候發生作用 比方說一個婦人的丈夫還在世上 他就受婚姻法律管制不能脫離丈夫 如今丈夫死他就毫無束縛了 你知道你跟律法的關係是什麼嗎 簡單說律法就是你以前的丈夫你的前夫 他一直管你一直管你 律法不是罪喔 律法是良善的喔 律法那個丈夫就很像是 他非常非常的節省 所以他為了要省錢 每天騎腳踏車去上班 然後下大雨的時候呢 連雨衣十塊都捨不得買 他拿塑膠袋罩在頭上 所以呢 他就這樣回到他家很省錢 所以呢 可是他是律法他做得到 所以他要求你也這樣做 如果你老公要你每天出門 騎腳踏車下雨要騎腳踏車 連雨衣都不能買 你會不會想跟他離婚 還好耶穌 完美的這一位他來救我們 所以呢 脫離了這個丈夫的管轄 我們再看下一頁 羅馬書七章三到四節當代中一本 丈夫再生之時 他若勾搭別人便算贏父 丈夫死了就沒有什麼法律管制他 他若喜歡與別人結合也是名正言順 弟兄姊妹們這樣看來 你們既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就會在律法上死 這個經文告訴你 你在基督的身體 你是基督的身體 你是基督的身體嗎 是你在基督的身體一部分 你就在律法上死了 就在律法上死了 你就不受前面前夫那個律法的管轄了 你現在的丈夫是耶穌基督 弟兄 其實你也嫁給一個人了 你嫁給耶穌基督 姐妹 你重婚了 好好 如果你結婚了的話 開玩笑再來齁 我只是要說我們每一個人 無論弟兄姊妹 你都嫁給耶穌基督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羅馬書七章六節 當代中義 但現在我們在律法上死了 脫離了一度捆綁 我們的律法就以心靈 也就是聖靈的新樣式來侍奉 不是機械化的 按著舊條文來侍奉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 你在律法上已經死了 你不再要遵行律法 你是用聖靈引導的心侍奉 用愛來服侍神 所以我要告訴你 在律法上你已經死了 我們看下一頁 羅馬書七章六節 再強調一次 現在我們在律法上死了 你知道嗎 這個時態就是 在律法上你已經死了 弟兄姊妹 在律法上你已經死了 你不欠律法的在 耶穌為你完成那一切的在 讓我為你祝福祷告 親愛的大爸天父 我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個你所愛的兒子女兒 我們的你所寶貝的公主 王子們 謝謝主 我們在律法上已經死了 然後我就不欠律法的一切 所以不是愛加律法等於真理 沒有 愛就 你愛人 你就是做了律法的最高的要求 但你愛不下去 走走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你不夠有力去愛人的時候 你先安靜下來 安喜讓神來愛你 他興起環境來愛你 用神的話語來愛你 用講道來對你表達愛 用敬拜來告訴你 用各種方法來愛你 先說主啊 你先來愛我 約翰知道這件事 他強調的是 我是耶穌所愛的門徒 所以他是唯一 撐到十日假下面的那位門徒 其他的都四散 因為他們誇耀自己的愛 也不是耶穌的愛 讓我們誇耀神的愛 充滿祂的愛 然後可以去愛這世界 然後可以去完成律法公正要求 因為耶穌已經完成律法公正要求 我們把它彰顯出來 在耶穌基督的恩典裡 奉一順平祷告 阿們